你见过这样的家庭吗 一家十几口挤在一起吃饭 男孩没吃饱想补充点蛋白质 却被父亲责怪吃毒食 拉出去完后 从此人间蒸发 桌上却多了一锅排骨汤 在此之前 女孩小美从来没去过男友的家 她对这一趟拜访 是既期待又紧张 男友大壮一直体贴地安慰她 表示自己家人都很随和 小美听着她的描述 陷入了一阵甜蜜中 很快两人就走到了 ここが俺の実家 小美看过去的瞬间 笑容僵住了 眼前的房子没啥大问题 但处处都布满了脏乱差的痕迹 小美强装镇定 跟着大壮上了楼 没想到邻居们也都非常怪异 个个都探出头张望她 就像看一个死人一般 小美礼貌性地点头打招呼 心里已经非常不适了 越靠近大壮的家 环境就越差得离谱 大壮却已经是司空见惯 只是催促着小美进家门 小美挤出笑容跟着走进她家 迎面来的是一大堆孩子 和大壮怀孕的妈妈 看着大家热情好客的样子 小美放下心来 但是房间内部的一些陈设 还是让她一阵不舒服 能感觉出大壮一家 琪琪不爱干净 再往里看去 屋子里密密麻麻的全是孩子 都快坐不下了 大壮妈妈却露出奇怪的笑容 看着小美 小美赶紧奉上自己买的小蛋糕 没想到大壮妈才刚接过 就被一只手迅速夺去 一群孩子蜂拥而上 简直就像饿狼扑石一般 小美不禁怀疑他们 是几天没吃过饭了 大壮妈上去就是一脚 毫不留情地 把孩子教育了一番 嘲讽他们是只会吃的废物 反而让小美一阵尴尬 觉得自己东西带得太少了 大壮妈 好像十分喜欢她的样子 还把她 推到桌上喝茶 看着水里满是污垢和头发 小美不知如何下口 小美不知